最新的新聞 國民黨24號今天發布新聞稿 黨中央稍早接獲通知 晚間 今年晚上海協會會長張志軍 將與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見面餐序 證實外傳已久的所謂隱藏行程 而且不排除藉這個餐序的機會 傳達國人反對北京軍聯對台施壓的立場 前公共黨主席洪秀柱先進到北檢暗林 提告平面媒體報導 他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誇口 買通台灣軍政高層有賣台整理 整天在說我們賣台賣台賣台 請問台灣那麼輕易能夠被賣的嗎 我們到底賣了台灣什麼東西 洪秀柱喊冤自清跟賣台沒關係 等過去他親中形象太鮮明 即使洪秀柱大動作全清 公黨部主席夏立妍也在 中共對台軍演之際訪問中 中國藍營這親中標籤要撕下來 恐怕不容易 夏立妍訪中團23號到浙江 24號到昆山江蘇都與台商臺深座談 而正義最大的莫過於國共高層 是否會晤 沒有跟劉潔一見面這個回事 那我們如果有跟其他的大陸人士見面的話 也會事前跟大家說明 朱立倫強調不會見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那還先會找張志軍呢 就在朱立倫講完七個小時後 國民黨發聲明接獲通知 24號晚間夏立妍將跟張志軍見面參試 國民黨進入先是夏立妍仿中引發插髮 帶來紅袖柱捲入賣台爭議 兩岸路線受到質疑 來年年底要選的小雞也再向夏立妍喊話 比較不要弱人口實的做法是 會命的過程是全程濃開的 對於可能國民黨在這一次 所謂中國大陸行會比較不會那麼扣分 國民黨面臨到的問題 一個是主動不斷地在中國去做互動 因為紅標籤剛好而已 因為是過去形象的累積 為什麼這麼扯的傳言貼在紅袖柱身上 大家都相信 隨著選戰畢竟 國民黨聚焦權力拼選舉 但夏立妍敏感是特訪中 再加上紅色柱又限敗台爭議 藍營聽中標籤 姿不姿的調 考驗選民的機會 來 莊委員 我要請你吃飯 國民黨現在知道 我不相信 我們這個事情 這個本地就知道 稍早接貨通知 連李明先生頭也換去旁邊 這個在騙三個孩子 他要會海鞋 我看起來大家都知道 他起到 其實國民黨 何必這樣欺負欺騙臺灣人 他講法講得很隱晦 我們就說你就騙人 你紀元要去中國 你就胖胖派派去 你說我這招來 我就要記誰 你要記事實名也沒關係 你紀元就要去 大家說時間這樣不對 中國在那邊跟他們軍研 你騙人要走到中國去 國民黨裡面 他們的少壯派 說得很難聽 什麼在敗家老頭 三位都說得有夠難聽 說到月後 就要做那些行程常態 說不 我只要去看那些 學生跟那些台商而已 只要 只要擠出來 現在要跟上紀民 現在很清楚 夏立元真的會跟張志堅 會跟黨民搶努 說你現在 不要把我臺灣 你們中國不要把我臺灣 把我嚴慎 不要這樣 對我臺灣產生一些影響 讓臺灣人會嚴慎 你中國越來越好 夏立元這樣去說 跟他打死我就不相信 來來來我再請教範老師 真的張志堅 如果說我要和你吃飯 可以來 有這個事情嗎 有這種晚上要吃飯的 國民黨現在才知道 怎麼可能嘛 那你也怕把張志堅看得太小了吧 當過國台辦主任正部級的 當過部長位階 參加區當海協會會長 要跟他吃飯 那不知道兩三個月就排好了 對嘛 怎麼可能臨時告訴你 還告訴你 乾脆說告訴你一個餐廳藏寶圖 看看今天在哪邊餐廳 還不知道 可能這樣 那國民黨為什麼現在才要這樣講 稍早接貨通知 我真的覺得不要把老百姓 張志堅是寵信你 我翻牌了 你今天晚上來 對 本來可能還不是 拜託 就臨時通知 乾脆說 不是這個把自己作賤 你知道嗎 真的 乾脆說 這很正常 八二三反共 八二四吃飯 這很正常 乾脆說剛剛飛舟傳輸 剛剛飛舟才飛進來了 我說實在 如果朋友 我可以請你吃飯 我當然也不贏 對不對 你真的在夭 夭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把臺灣人當白癡笨蛋耍 我只能這樣講 太低估臺灣人的智商跟能力了 就跟林芝廟也是一樣把 那我再問你 說也不排除藉此餐序 表達國人反對 北京今年的立場 什麼叫不排除藉此餐序 你就直播 你沒有手機嗎 保證裡面講 就這樣不好嗎 新聞稿 對啊 你手機不會直播嗎 你就直播 我有講 我大聲講 拍桌子講 你敢嗎 你不敢 他一定會不排除 那些在糾結 我吃你的飯 然後我說 我要跟你抗議 你剛才說 為了怕影響張志軍的 這個晚上的食慾 我們決定在吃甜點的時候才講 但是張志軍聽到我也會抽筋 不是 我聽你吃飯 你把我看起來也沒道理 所以我真的覺得 玩這種手法 似是而非 國民黨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我覺得這次 他們夏立元回來之後 真的 他到底能夠帶回來什麼 食指的東西 還是去 只是被中國消費 被中國當人行立牌 幫中國的捧一白皮酥 在那邊擦枝抹粉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的下場 請教一下民生 你不是說沒有要建大官 也沒有要說政典 所以說黨中 對公開透明這個不做到 你當初說要去的時 你就說沒有建大陸 中國大陸的高層官員 現在去 你當然會增加外界之意 所以說要去 當然我一頭先說十幾點不對 大陸軍營時你不要去 你如果真的要去 要記台商 你就公開說 我要去到哪裡 去到什麼 你如果要去那個大陸官員 那個阿強有幫你搖架 你就說 我要抗議說你給我打火鍋 我不要幫你記 這樣就好 你如果我可以吃飯 說要抗議 這樣很奇怪 而且抗議是不排除 沒有啦 你都不排除 不然因為餐實在太好吃了 我就沒有抗議 你如果要抗議就抗議 如果沒有抗議 你就不要抗議 我覺得當中發生 新聞哥你就夠用疊的 你沒有必要抗議 你抗議 第一個最高抗議 就說我不要去 我不要吃你的飯 你給我搖槍 我幫你抗議 我就不要去 第二個要吃飯的時候 我掛個牌子 跟當初的亞銀模式一樣 我抗議中 你打給他 亞銀你是開花可以抗議 吃飯我都放牌子 我自己自備 我放在牌子 我來送你的節目 我抗議 我抗議中 還要直播 還要直播抗議中 我們怎麼證明他有抗議 我問你 不用辦法 要有商品 比如說我抗議中 沒有商品 馬英九當初在馬錫慧 也說他有跟習近平講中華民國 私底下他有私底下 對啊 他也有講 放他要公開啦 不在私底下抗議的啦